很多人問冒險家 在不同影片裡都有人問 什麼時候要來開箱這個尾力14400E 那這一台車呢 它是一個1比14的越野車 我可以在這邊很趕 很直接的跟你們玩家說 60公里呢 這台車搭配2S 或者是原廠配的電池 是不可能達到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的不相信 威力它定的速度 我們很簡單 我們其實拿A979B的那個版本來說就好了 那時候呢 A979那個大腳車 1比18的大腳車 原廠就估了70公里 不可能啊 OK 無刷都沒有了 碳刷的轉速 OK 所以不可能 而且威力的定價 價位 定位 都在新手入門級 不可能跟你這麼快的車速 OK OK 有兩個車色呢 可以做選擇 還有箱子 我們有這個充電器喔 原廠附的充電器我個人覺得還蠻特別的 真的很特別 5伏特電壓 然後我們這一顆充電器 它其實有做一點點的加壓 所以說它輸入這個5伏特喔 它其實可以輸出7.4伏特 但是如果你說輸入是7.4伏特 還是不太夠充飽的2S 我們2S充飽是有達到8.4的 那它是只有這個分壓頭的這個設計喔 那當然冒險家呢會 一開始呢會先試用看看這個到底有多方便 它的電流 2A還不錯 2A 所以呢我就看這個充電器的表現呢如何 我覺得它的這個大小 跟它的USB的供電方式 要充一個2S電池 這一顆應該會蠻燙的 說明書的部分呢是黑白的 說明書 那有爆炸圖 唉唷 英文的耶 OK 好 英文的說明書喔 然後呢有些很基本的啦 遙控器的說明也在這裡面 你需要準備的工具 也在這裡面 嗯 我用經驗跟各位講 OK 這一本書 這一本說明書我這樣乍看喔 翻了幾頁喔 我直接才可以感覺的出來 它是韋利這個品牌裡面 寫的最好的說明書 OK 爆炸圖 輪胎組裝 馬達組裝 避震器等等 OK 說明書 嗯 遙控器本身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喔 它對於新手是非常夠用的 我們把這個抄襲的這個設計擺一邊 它的功能上我覺得是蠻喜歡的 第一次看到 在遙控器上面呢 它直接原廠給你一個叫做 這個油門的Doorate 油門的那個輸出力道 通常我們在這種RTL遙控呢 我們兩個旋鈕 第一個永遠是 轉向的大小調整 轉向輸出量 第二個就是轉向微調 但是呢它這一次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它把這個轉向的微調取消掉了喔 欸 講錯了 轉向的輸出量 取消掉了 但是呢改成油門的輸出量 然後把轉向的微調 保持在上面這一顆 那如果你要給小朋友玩的話呢 你就降低一點 直接在這裡調 降低一點 那這個小朋友呢 在玩這個遙控車的時候 不管它油門勾的再怎麼大力 或者是直接勾到底 車子呢也不會到最高速度喔 我們就把它調低一點 OK 遙控本身很小一隻 我覺得握感非常適合小朋友 那我們輪胎的部分呢 有這個前載後寬的這個設計 一般的這個越野車呢 都會有這樣的設計喔 那底盤也是鋁合金的 OK 鋁合金底盤呢 其實喔 尾力有做改裝件 在比如說給A979 小車A959 但是呢原廠配鋁合金底盤 是非常少見的 中央傳動軸喔 在這邊 OK 紅色的 中央傳動軸這樣子過去 呃 其實蠻粗一根的 OK 必須要講 還蠻粗一根的 2S 7.4伏特 1500毫安的這個電池喔 嗯 OK 那就期待呢 這個玩車時間了 藍色的一個小電池 雖然原廠配的是小電池 但是我們電池座呢 是可以透過這個 C座的移除增長 OK 我們可以把它拆下來 換個位置 裝到前面去 我們也就可以用 比較大的電池 嗯 我們的伺服機 電子變速器呢 也是我不懂 尾力為什麼 長年以來都這麼做 首先它改裝困難 嗯 我們伺服機呢 插在這個位置 而且是五條線的設計 是完全不一樣的設計 基本上這個伺服機呢 只能給 這一顆電變 因為電變本身呢 也是一個接收器 它是一個整合系統 你要改裝的話呢 你是需要做一整套的連動的 OK 連動的改裝 就連這一支遙控器呢 也要一併的做更換 OK 所以這是它的缺點啦 我們改裝呢 限制的蠻大的 有沒有 虛偽的聲音 來 我給你 就是 插速器喔 插速器呢 我可以90%的肯定 裡面是沒有任何一點油的 我甚至懷疑原廠能不能給你灌油 OK 當然再一次的 嗯 我會先 這台車什麼都不碰 什麼都不動 OK 油也不灌 油也不加 就是全原廠的 去跑一次給大家看 那 之後 跑完新車試駕呢 我們再回來 把那些油用上 然後再跑一次 來給各位看 這個差別有多大 那我們傳動系統呢 還要講喔 包括剛才提到的 這個紅色鋁合金的 這個中央傳動軸 我們有前CVD OK 還不錯 前CVD的這個傳動軸 後面呢 是一般的狗鼓 好啦 夠詳細了吧 OK 夠詳細了 那這一台呢 這一次呢 就是韋力144001的一個完整 整體的一個介紹 OK 回到影片 韋力144001 哇塞 接近要一個月 其實喔 都是風神嗨的 都是風神嗨的 都是風神嗨貓神家呢 沒有辦法幫各位 即時的試駕到 其實 在三月底的風神定 政府一發這個通知 就是新聞開始一直在報之前呢 那一個禮拜的假日吧 冒神家就已經打算好 要登那個禮拜去衝出去做這個新車試駕 沒想到呢 風神定一下 我的整個拍攝行程呢 都被延遲了 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呢 要趕快來試駕這一台 來 韋力144001 我相信很多我的觀眾 都非常期待 這台車的一個表現喔 冒神家呢 要在這邊跟各位講 在我去試駕之前 一定要跟各位講 也許你在我的開箱影片呢 會認為我對這台車子呢 已經非常不滿意了 並沒有 OK 並沒有 我還沒做心得 我怎麼會對這台車不滿意呢 對不對 我還沒開始去寫心得的時候呢 我不會對任何品牌 任何車子有偏見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對一個品牌 一個車子有經驗之後呢 它如果經驗表現的不好 我就是一定講出來 我沒有在怕什麼 怎樣什麼 什麼品牌支持者在攻擊我 OK 我真的不會怕這個 OK 所以說 品牌這個東西喔 多少都會有人去有偏見的 但是冒神家就是 對品牌 我不會有一個遙控車品牌 我特別特別的喜歡 然後呢 就每天都講它好 我不會這樣子 OK 那 欸 好快喔 欸 什麼鬼 What the f 幫我消音一下 不好意思 消音 消音 What the 好快喔 哇塞 欸 欸 它碳酸馬達欸 欸 它目測 喔 欸 欸 欸 原廠電池欸 欸 這有點快喔 欸 欸 什麼鬼啊 不會吧 來 原廠遙控喔 那 原廠遙控呢 它就是 嗯 怎麼講 整體上就是有一種 非常輕飄飄 OK 輕飄飄 這是 特別是油門的部分 OK 油門基本上到這邊就底了 可是呢 你到底的時候 還會有一個空間可以去壓它 比如說現在是底了 你看這邊還有點空間 就是塑膠質感的問題 嗯 我想一下 要用什麼形容詞來講它呢 欸 欸 真的欸 很快 我很期待急速測試 好不好 這顆2S的速度而已欸 OK 來 我直接跟各位講 開起來像無刷車 開起來 真的像無刷車 我有點驚豔 好 因為是新車試駕齁 那當然呢 嗯 欸 我才開不到五分鐘欸 嗯 可能五分半啦 反正 我現在 韋力這台車我才從 入手到現在喔 才開不到十分鐘五分鐘的這個時候 我已經可以跟各位很清楚的講了 依我的玩車經驗喔 這台車真的好快 OMG 這台車真的好快喔 欸 它是碳刷馬達 那 好啦 當然我知道它快的原因啦 它是一個 540級的碳刷馬達 540級的碳刷馬達 一個給1比10車用的 OK 那 當然它這些速度呢 不是馬達的轉速高 各位一定要知道 它的這個速度 並不是馬達轉速高 而是 它因為是非常大顆的馬達 配戴一個非常小 非常輕的車子 它很自然的 就可以把所謂的這個持筆喔 不管是馬達齒放大 呃 大齒盤縮小 都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 來把速度提升喔 那沒錯唯利144001 確實呢 在這方面是做到了 那 我就會很期待溫度 那是有點可惜的是 今天冒險家 沒有把溫度寄帶來 OK 沒有沒有把溫度寄帶來 所以就 可能下次吧 OK 下次 那今天呢我們回到了正常的 這個試駕場地喔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先 就是大概的看一下 我們呢 回到了 OK 這個冒險家最常來的 這個試駕場地 把溫度測出來 把它跳躍的部分測出來 可以試飛一下 那我們在第一集的試駕呢 其實還學到了 這台車的煞車還蠻弱的 那有點可惜 就像我之前說的 小電便控制大馬達 嗯 對不對 也有可能是持筆的影響 對不對 OK 好那我們就 趕快的 來試駕 OK 不囉嗦了 我們直接的來上這個坡吧 哇 封城一個月之後 現在呢 終於可以呢 自由的 來回來這個場地喔 那當然社交距離 OK 還是要保持著 兩公尺這個距離喔 我們趕快來完整的試駕 這台車吧 趕快來試一下這個鋁合金的避震質感有沒有 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喔 這台車的價位 然後跟他給出的這個用料 其實整體上呢是蠻好的 那我要再重複一次喔 其實我第一集的新車試駕也有講過 不要看冒險家開箱的時候 好像很不喜歡這台車 其實喔 不喜歡的只有說他在這個開發的部分 但是車子的表現我們還是要分開講的 那144001這台車呢 雖然這個設計上呢是做了抄襲 那我們都很認可 但是它的表現 你要再回來看它的價位 兩千塊左右 還能抄出來這樣子的一個質感 其實也是蠻不容易的 好 那我們趕快呢 來跳這個坡喔 唉唷 唉唷 怎麼那麼好控制欸 我們回來這裡 OK 唉唷 漂亮欸 好 OK 好 可能要再 我過來一點 我過來一點好了 才拍到這些坡 這個 我也算不清 頂七連坡 好,我們從這邊 好,開始跳 喔,拉不直拉不直拉不直 有點亂開耶,有點亂開 就是一個耐超度的實驗而已 一個測試 速度真的很快耶 第一個我們要先知道它是碳霜馬達 然後配一個2S電池 這速度真的很出色 翻車了,翻車了 有點遠耶,剛剛飛得很漂亮 可是有點遠,不知道GoPro有沒有抓到 對阿 對阿 哇 整體上我覺得是好玩的 這絕對是好玩的一台車 好,廢阿 哇 這場地很適合它 真的很適合它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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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回來回來,唉唷 回來阿 還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想要在第二集也要講一下 一個重點 我當然會讀很多粉絲的這個留言阿 參考意見阿等等 最近 比較有這方面的留言是說 如果人家在試駕一台車的時候 不要往往都是往這個 耐不耐撞 耐不耐炸 這個角度來試駕 應該說一點操作感覺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形容詞來講 這種操作感覺 嗯 那就盡量吧 OK,我就盡量 那 這台車 我這樣講好了 這台車 快沒電了快沒電了 我已經感受它變慢了 基本上我覺得144001這台車 你開起來的感覺就是 唉唷唉唷 唉唷 我個人覺得在這個場地喔 這個小型BMX這個場地喔 輪胎抓地地很抓耶 還蠻抓的 各位可以在這邊看到一下 都是轉到最右邊的 這是極限的油門輸出 也就是目前最快的設定 是不是和小孩玩 非常適合 非常適合 而且如果 家長如果覺得這台車還是 對你的小孩可能太快的話 往左邊調 降低一下車速 OK 那我們可以這邊做個很 很簡單的一個示範喔 OK 我們現在呢 油門大概 從這個大概是五點鐘的方向 我們調到十二點鐘 OK 大概調十二點鐘 那你油門就算你往 OK 油門就算你灌到底呢 車子也就是那麼快 OK 微調鈕喔 很近 那小孩是隨便轉一轉 他也可以 就是很容易的轉到最高速啦 所以還是要 教學一下小朋友說 玩這台車的時候 這顆鈕 大人調過之後 就不要去調它 那我相信這台車呢 是非常適合小朋友玩的 好回到最高速 我們來結束這個影片吧 好吧 車子已經結... 溫度溫度溫度 車子已經結束了 OK 它結束之後會完全... 會自動關機耶 因為它的這個開關按鈕 是一鍵啟動喔 就這個紅色 好這是原廠電池一顆 跑下來之後的一個表現 好這顆非常大的馬達 大約測得了44度 OK 45 46 有一個部位特別燙喔 46 OK 那我們電便 我先用手摸 感覺看 有溫度 有 這肯定有溫度 各位有沒有 剛剛看到55了 59 62 64 65 68 65 OK 62度喔 好啦 這就是我說的 小電便控制大馬達 溫度一定是高的 而且這種工作溫度呢 它還沒辦法給你一個非常好的煞車喔 避震器蠻讚的 沒有漏油 OK 前後都沒有漏油 這邊會擰一些沙 有看到這個差速節杯 會擰一些沙 因為這個出廠 這個安裝的時候 上面就沾一點黃油 這個我在開箱的時候沒有特別講 Anyway 我喜歡 老實講 還蠻喜歡的 這台車 不要再做這種 二合一 三合一 四合一 咖啡 不是 二合一 三合一 這個什麼 電子變速器啦 這接收器內建在這裡面 真的是限制太多 我們這種改裝 喜歡改裝的玩家了 還有 伺服機 只能插 OK 伺服機只能插 這個電便的部分 然後呢 又是一體化的 真的 2020了 好不好 是時候改進了 OK 把接收器分出來 分開 那 玩家想要去改馬達 就改馬達 改電便就改電便 然後呢 插頭對接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對不對 並沒有 並沒有壞處 OK 那唯一的壞處可能真的就是 生產的成本變高 但是其他的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缺點 那我們今天的試駕呢 就先到這邊 那喜歡這影片的話記得 按讚留言加分享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See you